这个女孩初次来到男友家拜访 却发现男友家有个奇怪的规矩 每年都会生一个孩子 不听话的就被拉出去 见苗 变成餐桌上的排骨汤 小美非常不理解这个规则 大壮却笑着说 优胜劣汰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 说完还大口吃起了饭 大壮罢神情诡异 看着她的笑容 小美心里非常有危机感 这顿饭算是一口也吃不下去了 她直接冲到了卫生间呕吐起来 没想到冲水的时候 却发现水是新红色的 小美想到一个恐怖的可能性 她大叫一声想要逃离这里 可刚出门就停住了 因为大壮一家人都在门口站着 并且一脸笑嘻嘻 表示大家都该遵守见苗的规则 不好的孩子就要铲除掉 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显然就是不听话的小美 看着他们一家人阴森的笑容 小美万分恐惧地被拖了过去 似乎一场悲剧是不可避免了 不久后 警方来到这栋大楼调查 小美居然还活着 只是男友一家人 全部都陷进了 小美被抓起来的时候 犹如行尸走肉 面对采访时 表情也是十分僵硬 她坚称自己没有杀人 还反问记者懂不懂什么是见苗 自己只是在见苗而已 说完面向镜头 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帡里有什么办法 希望给你解键工作室